3月19号晚上9时 经过21小时的连续作业 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跨万安北路连续粮胶筑完成 这个线路南京段的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为全线按期贯通奠定了基础 我们知道北沿江高铁 那北沿江之外呢 还有一个南沿江 南沿江的陈济铁路 它跨万安北路连续粮 全长112米 桥面宽12.2米 上跨万安北路 右邻邻航高铁 左邻越高速公路 这个粮体距离高速公路最近处不足两米 所以施工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作业风险高 是线路驾梁通道的关键节点 所以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完成 为这个南沿江沉济铁路的通车 是奠定了建设的基础 南沿江沉济铁路 西起南津南站 途经江陵区 秦淮区 镇江的居荣市 长州的金潭武进 金开区 无锡的江阴市 苏州张家港 长熟泰仓 中至泰仓站 然后引入泰仓站后 通过护苏通铁路 向东接入上海枢纽 该线路全长278.53公里 设计时速是350公里 南沿江沉济铁路是长江经济带 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沪宁通道的第二条沉济铁路 主要承担沪宁部分城市间的沉济客流 进一步拉近苏南地区 县市与上海南京的时空距离 促进苏南沿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